我们希望年同Shark可以进这个节目呢 提醒更年轻一点的人也开始带爸妈去旅行 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的人 他们一年里面可能旅行很多次 但是到底多少次是带爸妈去的 所以我觉得希望这个节目 继续的能够带大家去提早实行这个感恩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 这很重要的去避免以后的遗憾 所以期待我们在双清节里面这个节目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 好来丁总也最后呼吁一下 我想爱要及时 那让爸妈提升生活的环境以及便利性 更要及时 所以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 定了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旅程之外 也可以立马到各大家庭行 选购一个让你爸妈最有感的家庭 谢谢大家 好 阿贤 我觉得除了爱要及时呢 也要容许自己爱要勇敢地说出来跟表现出来 像我妈 我每次说要带她去哪里旅行 她嘴巴总是说不要啦 浪费钱 然后我就会跟她说 其实钱就是要赚来花的 尤其是花在你心爱的人身上 不就很好吗 你不想我心爱你心疼你这样多吗 她会逗她妈妈 她妈妈就喜欢路话 我们Q一下妈妈 妈妈妈妈妈 妈妈